美国火星探测器好奇号于今天星期四作最后测试 准备展开第一次的环月火星之旅 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在过去一个礼拜 将好奇号停留在一个固定地点 不断地测试基件性能 其中包括了高解像度的照相机 以及分析火星表面岩石成分的精密仪器 科学家并测试了好奇号的约2米长的手臂 确保运作自如 美国太空总署火星研究项目负责人 真理发星期三对记者表示 好奇号完美无瑕地通过测试 他表示当一切准备就水之后 六轮驱动的好奇号就会展开探索使命 科学家希望好奇号能够在火星表面 找到合适的岩石和土壤进行第一次分析